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收看本期大帅观战,观战一把爱丽的帮帮,爱丽帮帮也是已经打到国府第二了 这大哥真的打什么都厉害 阵容方面看一下,拥兵前锋野人贸易家,这套阵容闪现帮帮,对,果然是闪现 天赋方面的话,可能会带一个底牌挽留 这套阵容其实蛮难打的,他上来的话只能是抓前锋啊 帮演家的话找得到当然是最好,找不到的话只能抓前锋,抓其他人都不出复 抓傭兵对吧,这个铁屁股一做,做完三台半电机 抓那个野人的话,更别讲了这野人贼难抓 现在高分段野人特别多,打一刀,就当是拿存在赶了吧 这边跳过来,炸弹连补,能补上吗 再补一下这野人要下猪,他这边不会等到这野人下猪了,再来追吧 野人这个东西就是,抓难抓,他上挂了以后守着你心里还很烦 待会救下来以后他骑上猪,你又处理不了 最好的一个开局就是上来遇到前锋,然后对吧 两连炸弹打两次再配合一个闪现带走前锋 这是最好的了,现在这个时间点找到前锋的话,我觉得艾莉保平可能还行 真胜的话很难了,他如果说一上来能遇到前锋呢 比如说80秒的一个节奏能够抓掉这个前锋 有一只刀阵容修的比较慢呢,他是有机会去真胜的 现在的话我觉得只有保平的面了 真胜的话需要穷者来救,然后给到机会才行 炸弹,前锋继续拉球,拉到交互点,两连 怎么补,补上了,好开了一颗,开了一个一阶有遥控了 遥控雷炸中闪现一刀带走,保平 先丢炸弹,放进走位,第二个炸弹,前锋交球 那遥控炸弹应该拿出来了吧 遥控炸弹,点,好的 这里还不能闪,因为前锋还剩下一点球,想反走 骗前锋交货,哎漂亮 这个是对于一个求生者的一个身位的预计,预计的非常的好 就是我判断对吧,我这波反走,红光看到你,你回头 然后直接闪出去,这个是真的需要预判的 万一前锋不是往这个地方走,他往另外一个方向 拉这个闪现就空了,等于说 自信啊,自信,然后守住了一台一场 那么这样的话,有机会能保平 看一下,我觉得要救的,这个地方肯定是卡半想要救一波的 救一波,首先拉开一场 佣兵,比如佣兵这边不吃双岛的话,可以补 遥控炸弹捏出来,这边炸一手,漂亮 只要能打一波双岛的话,我觉得平局有了 但是这波双岛仅仅只是能够帮助帮帮保平 球者这边甚至想要卖 觉得这里吃个双岛确实有点亏 把前锋卖了以后,这三个人去打三人开门战 我觉得也要比这边来就吃一波双岛好 双岛的话呢,就是帮帮已经平局保下了 然后再抓一波机会呢,可以去争一个多 这里帮兵家悄悄的过来 挖输液,手上面50% 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里野人这台修开以后 帮兵家外面秒要一台 然后就差这台电击了 但佣兵这边救应该是不会再来救了吧 要救吗?要救吗?要救吗? 真的要救吗? 想清楚 不救比较好,不救比较好 不救的话,帮兵家这边输液挖好以后 他可以先把这边大防的电击点掉 然后出去用100%的输液直接秒一台 好,他这边是直接用了这个输液 去把这台遗产机给秒开了 这样的话再摸86% 找到这边剩下的电击 这边好像是 不是前锋的遗产,前锋的遗产已经点开了 那就是一台新机 佣兵这里想要拖的话 他需要再拖个十几秒钟 帮帮这边最好是能够把船 这个技能拖出来 技能如果能拖出来的话 他有机会去争一个三把 佣兵这边 户币遥控炸弹一补 电击应该差不多了 直接点亮 然后一个开门 一个卡着 还有一个用这一个户币来拖眼 趋向于一个平局 趋向于一个平局 这码的话就是 可以看到两边的一个稳 两边都打得蛮稳的 主要这边帮帮的一个开局节奏太差了 上来遇到的是个野人 这不会吧 说着说着 闪现一刀 真的差一点点啊 差了几秒钟 吓死个人 我还以为又出现什么意外状况了 待会又要归结给我 好的也是感谢大家收看 这把高端局 虽然说打成了一个平局 但是真的很好看 可以看得出两边的一个 对于大局的一个判断 都非常的完美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